不是說所有科技專家講的都對 其實在國外公民跟科技專家其實是跟著對話的 但是台灣先把你排排外面 你不懂 所以我來決定就好了 因為科學是20世紀最大的宗教 10世紀以前宗教是不能質疑的 但是現在是科學 它不讓你質疑 可是我剛剛說過 現在已經是啟蒙到後啟蒙了 因為太多科技產品了 我們民眾已經有很多的科技產品知識 並不是無知的民眾 大家都知道 譬如說基地台的輻射波 大家也知道 手機會有輻射波 但這不需要去上文理課 光你一般的媒體或者上網 Google 你都會知道 你就去搜尋 科學知識不是只有從教科出來的 它散布在各種媒體裡面 只要我們用心 一樣可以了解一些科技 我們不要去學工頭運轉 齒輪怎麼運轉 要多少工頭計算 因為那個是體招運動 那個不是真的解決問題的虧學 所以最重要的是我們在反核的時候 核電專家常常講說 你不懂 可是我覺得這句話是這樣 科技太重要了 對我們的影響太重要 所以不能只有給專家處理 就這樣 不能給你處理 給你處理就變黑箱作業 然後裡面有多少意義分章 你也不知道 我給我問個問題給你們 會員 就是可以大概您勾勒一下 就是我們未來的一些能源的願景 包括是例如未來的人類要怎麼走 或者說有沒有比較好的國 例如您當作德國 德國的哪一個比較值得我們去做的 再來就是說 那我們台灣該怎麼辦 因為剛剛有一張同影片講的其實蠻可怕的事情 就是說我們台灣因為比較廉價的電價 很多產業都是一種高電力的 這其實也是一個在電力上 是要我們去推行低電的一個比較商量的地方 因為現在節電為什麼是節我們 因為那些財產 直接等於是財管跟政治的這些東西 政治不敢叫財管說我要上任何電價 那我們台灣該怎麼去做 例如最簡單的一個問題就是我們16%是用核電 那我們這16%不要用我們應該怎麼去做 去把這16%給固定 這一定是一個很直接的溫暖 因為德國單賣 而且他們都已經有死成了 德國就是說他們已經對於再生能源有一個死成 幾年幾年要達到幾% 因為德國現在已經好像20%了 他原來預計到2025年的時候要達到25%左右 然後當賣好像在2030年還是2025左右 他要達到50% 再生能源50% 就是風力就要佔50%了 最後完全用再生能源再發電 然後德國他們也有這個步驟在推 其實他們是在領頭 在帶頭在做 那其他國家其實慢慢看 因為德國確定2022年要把核電 2022年要把核電全部關掉 那他其實現在電還是夠用的 那當然你要發新發展代生能源 代生能源比如說風力 風力的話在歐洲的話 他們除了陸地上的風力以外 他們還發展海洋上的北海 黑海洋其實也有說 因為他的陸棚不是很深 不是很深的 是淺大陸陸棚 所以他可以設封閉基礎在海洋上 那他的干擾最小 那他唯一現在的問題是說 海上的封閉基礎的成本很強高 他的那個裝的那邊 那個基礎比較困難 但是他發電的那個潛能很高 那另外一個是太陽能 太陽能是最分散式的 因為他可以在 德國是設計家想 希望把德國的屋頂 最後全部弄成太陽 太陽能屋頂 他可以供應非常多的電力 那另外一個是社區型的 生殖能的 就是說廢棄的那些用物屑弄完 因為他們那些是聖明國家 很多木材 用廢棄物 那些植物的那些 脈桿 道桿 類似這種東西 去發展生殖能 供應小型社區的 小型鄉鎮的 那他們是用這樣 分散式的 而不是用集中式的 發電系統去看回來 他是用散開來的 就是這種方式 那那個蜂蜜基礎 其實他發電功能蠻大的 像那個 不過他真的蠻大的 他意思是那個 蜂蜜那個一隻翅膀 就比 長的可以達120公尺 基礎本身可以高120公尺 所以是蠻大型的 適合在海上 對啦 路律上當然要比較偏 要找地方 因為你要看那個地方 台灣是有這個 政府有在推的 但是他的力度還不夠 但是他天然條件 就是不適合做核電廠 因為會地震 那 那個蜂蜜太陽能 那些東西地震 都沒有關係 因為它不是集中系統 壞掉再蓋一個沒有 它不是一個大系統 太陽能這個東西 在台灣推出來 其實是蠻可以用的 然後我唯一比較不行的 然後再生能也是生殖能的 那個汽車燃料那個部分 那個部分我是反對的 不過一般綠色行動 綠色反體也反對那個東西 因為那個是車子基本上就不環保 它不是環保的交通工具 應該要大眾運輸 對 泡產交通運輸 像西歐一樣 泡產交通運輸 大概是這樣 那後面的問題是 你剛剛提到後面的 就是其實台灣的重向 因為台灣現在還是屬於那種高耗能的 對對 那這個在產業來講 現在就是說 現在產業了 我們整個用電 我剛剛說過 就算你核電現在停掉 你有新設計他的電廠 還是夠用 沒有問題 因為我們很多火力電廠 東天都閒置不用 在那邊浪費 那當然我們最希望是說 最後連火力電廠也團派 因為火力電廠的發電效率就48 而且它碳 台中的火力全世界最大的火力 排碳量就在台中 就是它那個空氣汙染 那個最好是停掉 可是用煤的比較多 對 它用煤 那中間的代替過程 是應該用天然氣發電 但天然氣也是有限資源 在中間用天然氣代替的過程 還是繼續推動代智能源 最後是完全取代天然氣 火力 煤那些東西 因為天然氣 你說葉蘭天然氣 那個也是最代煤 有時間用完 對 應該要適合得0.6 最後是用那個風跟太陽 那個是循環的意思 不需要原料 應該說要去原料不用錢 海油的力量也是不用原料 只要在海上放渦輪機 你都攝不動就可以發電了 這個是反而比較簡單 但是我喜歡去做核電 因為核電有高科技的神話 有做核子彈的神話 有探討原子能和核子能的神話 就像美國你尋找那個宇宙反物質 最基本粒子那種神話一樣 找那個沒有用 但是就只有科學興趣 對 物理的興趣 我補充一下我了解 其實我有幾位朋友都在台電 台電其實裡面不是百分之百的核能發電 所以他也有反對派 那他們內部其實也知道 因為核二子的朋友大概快退休 都是在核四 我那一波前面絕對不放 不放在裡面煩惱 他們現在是盡量是在拖延 能夠拖一天算一天 因為他內部人知道說這邊的一些風險 就如剛剛他講說 台電本來是核能的用電用戶 他現在變成說 我要自己設計核能發電廠 這本身他的能力其實就不足 然後裡面又曾經轉包 其實核能之所以在台灣那麼dominant 那個主宰其實有兩個原因 第一個大家可以去分析一下 這些核能發電廠的 這些廠商的政商關係指揮 這太大的利益在這上面 所以絕對明天打包會不會兩條 因為這太大的利益在裡面 那第二個 其實台電內部的豬咬的行為 現在是都是勤大合工 董事長 總經理都是這一派 反正這個大陸就恐怖力 就是說它會很相近那一套名其中 只要按照理論的話絕對是安全的 但是當然還有一些是說 雖然是這樣 可是因為台電的工程人員的素質 就會讓這個理論上的過分 那其實另外一個指標大家可以去看 我提出來讓大家分享大家去參考一下 第一個就是用這樣的一個指標說 每一度電能夠產生的產值是多少 台電是很低的 差不多只有日本的不到三分之一 第二個 台電本身早期它的政商關係 讓它不得不去接收很多 我們的電量傳輸的話 從發電廠到用戶中間一定會有損失 電號 就是存心ロス 這方面的電號 台灣至少是日本的三倍以上 因為中間我發電花一晚 到用戶那邊大概剩下多少 這個中間的損失量 是先進國家的三倍以上 那主要的原因是因為早期 那些傳輸線電線電纜都是特權機關 是 台平洋電線電纜什麼華新 什麼都是你換一個背景不怎樣 你看那些老闆是誰 是中常委還是中常委的誰 我們就知道是為什麼要 那台電其實只是一個小的國營單位 它也 那個東西過來 它一定要要在它面收通過 上面有很多壓力的單位 那另外 其實剛剛我們有談到那個備用 備用電子 電子是 你如果沒用 發電快掉 沒用 那就丟到 除了說你能不能抽虛化電 再把它抽過來用手續化電 除了再抽虛化電 你可以用不斷 你查一下備用電子 你就趕快一瓦 然後人家用五瓦 剩下就 來就用一瓦 用零件五瓦 剩下零件碗就丟掉 你知道嗎 那 可能是非常集中 是在管理上是 不要說安全 就是說 在管理上是 是微緩潮流 因爲你 因為你 可能才一發電 剩下 一萬瓦 幾百萬瓦 你如果噴上是小的電廠 我只要一百萬瓦 一百萬瓦 不夠我給一百萬 慢慢這樣逐漸加進去 加上去我錢 你會開關這樣做 你如果用不掉 所以其實台電內部有一些 他們的規則 你要 你如果去河三 不要說河四 河三 河二 河一的話 要有一個覺悟 你如果要生小孩 你才有兩個 你那你那 那邊當然會有些家庭 因爲其實他們內部有些土地 就是到那邊工作的人 對 太太流產的比例會很高 就台電內部人 台電人知道 男生喔 男生要工作 對對對 但是你雖然說 已經現有的核能的化電廠裡面 河三 河二 以及在黑 對他的皇帝說是怎樣 總總還是有些問題 所以長期暴露在那上面之後 你的生殖器段或什麼 精子裡面會有些的突變 所以會造成 我們那個流產的比例會很高 對 分開那裡就像拜託 我就一定會 你會拿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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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就是 政府都不會跟我們講 但是台電面會有 因為 我還有 還有一些朋友在看 我在時代 大家會看到說 那個 有邊有 穿那個 白色的 B 那不用考慮了 幾年 白色的衣服 那個車子反應 對我們那時候的 高中生來講說 這個是非常高科技 對 對 這個投資或的研究就非常的少 你想你待會兒我看一床關過 它整個高速公路兩邊 就像太陽兩邊 有太陽兩邊 有太陽兩邊 那現在是要超多的 有的斜坡或什麼 對 那種是要把它推廣 所有的 那我看到可能只是 一兩條 不少沒有 但是我看到 一兩條 最近我有看到一個 屏東 因為屏東環境 有那個 就是一地層下陷或什麼 比較濃的時候 那上面有太陽的電盤在賣 對 這都是一個 當然現在比較麻煩的就是 它的太陽能電池的 能源的轉換效率比較低 轉換效率比較大 另外其實火力發電 最近的這幾十年來進入也很多 因為你那個台東火力發電廠 那個都是從十幾年二十年前的老舊的設備 讓人家的信仰是老舊的 對啊 謝謝老師 我補充一下 剛剛教授在講的就是這個 我們台灣碳一塊 碳一塊 有幾天 你分給2.7倍的三個 是結構的兩倍 有那麼多 所以我們沒有效率 好 我就很壞了 你剛才在公園 那個公園用電補淹吧 對啊 用水也是一樣 也補淹啊 那台塑那個賣寶 那些店是從吉吉南河宴那個地方 吳壓水 它的水好像六折還七折 對對對 你去看它 那個蔗牙水公司 每一度水要多少 賣給台電 那個台塑都好 剛剛六折還七折 電也是七折 那你看台灣的電 國內的那個工業界 它的用電的效率很差 你看那個電子業 它的最佳值吼 用一單位的電 它只能產生這麼多的 那個生產值效用 但是呢 平均只能用到這麼多啦 這個數據跑掉 要用到這麼多 生產一個東西 要用到這麼多的電力 但是如果說改善電能源設備效率的話 它只要這樣就夠了 差異差一差兩成 所以我們電很多都浪費 因為工業用電太便宜 所以它不會去省電 廠商就不會省電 那如果提到電價 它會把它的 那個生產的效用 會提到設備效用 會把它提到 效應 大概是這樣 這個也是能源局來吃過 它都沒有達到最佳值 平均這樣而已 然後這個是當然有非核定碳嘉宇的目標 也是有在規劃說 如果讓核電廠會停工 我們怎樣去達到 在地核電廠 以後慢慢在地火力電廠 那最後是把台灣的火力電廠 藍煤、藍油整個發電降下來 讓它不要產生太多的污染 那個圖要跑進去 就這裡 就是這裡 產業結果如果調整OK的話 我們用電子用到這邊就夠了 不用用現在像馬英九龜 會要這麼高 目前是這麼高 這麼多的用電 如果現在還是維持這樣 但是我們把它換不同的產業 不同的結果 譬如說這個東西 燃煤這個東西 把它降到這裡 有什麼調整 把這個東西核能整個停掉 這個顏色是紅色的 把這個東西 這個是燃油 燃油給它降低下 而提升這個部位 這個是燃氣 黑燃氣 黑燃氣發酵 這個再生能力再擴張 上面這個部分是氣電共生 氣電共生 這個顏色沒有分的 這個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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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重要 最重要 目的就是減低 藍煤核能 這兩個東西 藍油 藍煤 藍冷 最嚴重的造成污染 藍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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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寶盤裡如果在背後就做得到 做得到 台灣的工業技術 台灣的機械技術很強 可以做好 好 不好意思 謝謝大家 謝謝